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黑板的这个题目来说 不管老师是否教过所谓的风模式 这不是关键 而是你能不能看他题目给你的这一串文字 再讲什么 文章的解读能力 所以你看他说什么 他说若有一个沙令被东北季风带来 所以看到这几个关键字 被东北季风带来 所以这是什么作用 这就是搬运作用 然后带来的沙令 与岩石摩擦 所以这是什么作用 与岩石摩擦 彼此摩擦之后就破碎 这就是侵蚀 然后落于岩石缝隙 落 沉落 堆积 这就是成绩 因此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这一题他训练的要考的是什么能力 并不是你去背 封磨石的行程过程是先搬运再侵蚀 在侵蚀再成绩 不是要你背这个结论 这一串文字 你们不能自己读懂 你要认真去判读它 这四个理念 哪一个跟板块的交界作用最不相关 吸血箱 是操冲地下水 才会造成地层下限 造成地下水慢慢的变弦 地下水显化 这跟板块运动没有关系 那板块运动会造成什么 板块运动一挤 就会寄出山脉 折皱山脉的形成 一定跟板块运动有关 在板块交界的地方 会有岩浆形成 有岩浆形成 才会有火山 所以只要是火山 一定是在板块的交界 如果两个板块挤压 才会立刻溶起 所以珠玄箱 反而在海底的珊瑚礁 它溶起露出海面 这一定是跟板块碰撞挤压有关 这个题目是讲到地震波 我们如何利用地震波 把地球的内部分地壳地寒地壳 后来又分软流圈跟延时圈 那就是用地震波 它在不同的界质波束的变化 这个东西其实你要连结到迷离化 迷离化也有这样的概念 热和波 波在前进的时候 波束跟什么有关 波束一定是跟界质种类有关 所以连结起来 地震波就是一种波 所以它在传递的时候 遇到地球里面不同的界质 它的波束就会改变 所以我们反过来 看到地震波在不同的地下深处 波束不一样 就表示它碰到不同的界质 既然内部界质不同 那就是可以分这种界质 那种人叫地壳 那种人叫地寒 这就是我们地球内部的分层 以这个题目来说 其实概念很简单 只要你知道我们太阳系里头 这些行星的排列顺序就好了 所以最基本的由太阳往外 分别是水金地货 内地行星 木土天海 内木行星 冥王星 矮行星 EAU 就是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 选项里头有一光年 那一光年要记住它非常的长 所以只要是太阳系里头的成员 距离太阳一定都小于一光年 图7里面这个X的条件要填什么 X这个条件如果是小于EAU的话 水星跟金星那就符合小于EAU 火星跟木星它跟太阳的距离就大于EAU 所以不符合小于EAU的条件 所以这样你就确定AB是对的 先看它的A跟B 问的都是侵蚀跟沉积的状况 所以配合它给你的这张图表 来横坐标式时间 重坐标叫沉积物分量 这两条直线分别 它写了一个叫海浪败走 一个叫河流败来 所以我们要看到败走 这是侵蚀还是沉积 败走那就是打碎之后才能败走 因此这就是提供的侵蚀 那败来那就一定是沉落蹲基 你可以看到A选项 只问侵蚀 所以你就只看这一条红色的线 只看红色的线 它随着时间 这条线是往上跑 败走沉积物的量越来越多 也就是侵蚀作用 随着时间应该是越来越强 所以败走的量才越来越多 只看红色线这是A选项 B选项它在比沉积跟侵蚀谁大 所以你就要比红色跟蓝色的线 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看不管时间是什么时候 红的都在蓝的上面 表示不管是哪一段时间 侵蚀的都大于沉积 因此B选项也就错了 既然70都大于沉积 表示这个海岸的陆地会怎样 应该会变相 海岸线应该是往陆里的方向缩进来 所以答案就出现了 答案就选珠 它说研究船是采集海洋地壳的岩石 而且去测它的年龄 这张图里面重座标岩石年龄 什么岩石 根据题目 它就是海洋地壳的岩石 那你就要想 海洋地壳岩石的年龄 老跟年轻怎么判断 海底扩张学说 板块运动学说 都说中阳戟就是海底活山 中阳戟冒出的岩浆嫩了 形成的玄武岩 就是新的海洋地壳 所以最年轻的海洋地壳在中阳戟 形成虚的之后 老的就往中阳戟的两边推出去 最老的推到最边边 如果去撞到陆地那要怎样 那就要往下隐没 往下隐没的地方 那里的地形就叫海沟 所以海洋地壳的年龄 是跟中阳戟的距离有关 你中阳戟越近海洋地壳的年龄 是越年轻的 可是这张图里面没有中阳戟 他给的是海沟 所以根据老师刚刚复习的 越靠近海沟 应该海洋地壳的年龄要越老 你看他给的这张图 他在航行采集岩石开始航行 这一段是平的海洋地壳岩石的年龄 从头到尾都没有变 那表示什么 他跟海沟的距离从头到尾都差不多 所以在这张图上最有可能 就是你的船只 是由乙航行到降 当然也可以是可能由甲航行到乙 接着航行到这一段 这条线往上跑 表示岩石的年龄越来越老 越来越老 表示越来越接近海沟 所以就有可能是从甲航行到海沟 随着时间这一段 曲线往下 表示他年龄越来越年轻 那就是离海沟越来越远 所以就是从海沟航行到比 因此答案就出来了 再来看这个跟地震有关的题目 只要问能量 一定要看地震规模 能量小 那就是要找那个地震规模 数字最小的 第一选项 同一次地震 记住 应该要地震规模都一样 那就是甲跟饼 C选项 只要问摇晃程度 就是震度 饼跟甲的话 那饼是五级 甲是一级 所以摇晃程度 饼应该比较大 C选项是对的 再来看朱选项 地震规模 可不可以知道 跟震央之间的距离 不行 因为规模 地震规模 不随距离而改变 一般而言 离震央越近 应该是震度要越大 所以勉强可以有震度看出来 谁离震央近 谁离震央远 这个题目本身 大体主的 从这四行里面 你应该抓到 哪几个关键重点 观察者在 被回归先 第二个 观察者的 当时的时间是 正午 就是这两个关键 待会都会用到 这一张图 图上有太阳跟月亮 体主的第一题 看这四个选项 显然跟哪一颗有关 问白天 问紫色 问太阳 升起落下 所以这四个选项 显然自看太阳 所以你看 太阳画在这里 在观察者的头顶 也就是阳光紫色 人在北回归线 所以就是阳光紫色 北回归线 心就对了 阳光紫色 北回归线 那一年等这一天 就是我们北半球的下字 只要是下字 你就要知道 一定是一年当中 当地 奏最长 夜最短的日子 下字这一天 太阳升起跟落下的方位 最好有能力 拿出一张白纸 一边说一边画 画出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 我们是北回归线的观察者来画的 看一张图的时候 东西南北方位是关键 这里是北 题目这里是西 截然不同 这一张图 下字的时候 太阳的升落轨迹 东偏北升 西偏北落 所以升落都偏北 所以AV两个选项 你就知道要选B 再继续看 如果是东字的话 太阳走 黄色这一条路 升落都偏南 春秋分的时候 太阳走 绿色的这个轨迹 升落都是正东跟正西 黑板的这一张图 是以北回归线的观察者 那如果人不在北回归线呢 其实人不管在南半球北半球维度几度 只要那一天 阳光是直射在北半球 太阳升落一定都偏北 那一天只要是阳光直射南半球 太阳升落一定都偏南 那一天只要是春秋分 阳光直射四道 太阳升落一定都是正东跟正西 跟人在何处没有关系 何时阳光直射北半球 是这样春分过后到夏至到秋分 阳光都直射北半球 反过来 秋分过后到冬至到春分 阳光都直射南半球 接着看提主的第二题跟月亮有关 所以只看月亮 他问你农历初级的月亮 月亮一定是冬升西落 农历初级的时候 月亮几点东升 几点爬到最高中天 几点落下 老师是不是教你一个方法 你只要找到月亮的位置 对下来就可以知道几点在中天 知道几点在中天 往前推减六小时就是东升 往后加六小时就是西落 这个就拿来用就好啊 所以这一张图请问 月亮几点会到中天 现在月亮在这里几点 正五十二点 中天就是月亮跑到这里爬到最高 从这里跑到这里 还要再经过几小时 日月跟所有星辰 风升西落 原因都是地球自转 地球自转一圈 三百六十度 花二十四小时 所以地球一小时就是转十五度 所以我们就会以为 所有的日月星辰 都是一小时十五度 所以这四十五度角 就还要花三小时 所以月亮爬到最高 应该是下午三点 请在地球上找出十五点钟在哪里 这个地球阳光 已照这边夜晚这边白天 白天的一半十二点 逆时征转白天变夜晚 这里黄昏十八点 夜晚一半 午夜二十四点 逆时征转夜晚变白天 就是清晨六点 所以十五点钟 是不是在十二跟十八的一半 所以红色箭头 就是十五点钟的时候 十五点钟月亮在中天 所以月亮在哪里 所以月亮在这里 月亮在这里是农历几行 在太阳跟地球之间 这一颗的不一 逆时征转四分之一圈 来到这里是初七 所以这一颗月亮 就是介于一跟七之间 所以答案就出来了 初四 第三个题目跟潮汐有关 它画图给你 这里是满槽 请找出这一张图 还有哪里也是满槽 所以这里也是满槽 所以哪里是干槽 是不是就是水最薄最低的 所以这两个地点是干槽 题目要看得出来 当时就是正五十二点 所以关键来了 地球哪里叫正五十二点 这张图里面有没有太阳 没有 所以没有太阳就要另外找方法了 它画的是月亮 根据提主的第二题 月亮几点出现在中天 十五点 月亮在这里 对下来 地球人如果在红色箭头的位置 就是月亮在中天 所以你就知道这里是十五点 可是题目问的是记录当时 也就是正五十二点 这里是十五点 那哪里是正五十二点 地球自转是逆时针 那十二点呢 应该大约在这个人的位置 人在这里随着地球逆时针转 它是不是有甘草要变满草的时候 所以答案就是脏草